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项目吧 我不接受 因为我觉得这事不靠谱 这多起码是一个涉及生死的项目 也是一个付费项目 这么大的项目 是不是按理说应该象征性地搞一个 新用户试动五天的体验活动 对吧 让我明白能不能解冻 以及动起来的感受 啥也不说 咔咔就是一百年 谁敢上 对不对 而且 这个项目能成功 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前提 就是提供这个服务的公司 最起码得是个百年企业 来 作为一个新闻系的学生 查了一些相关的资料 为大家朗读一个新闻 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的调查 我国企业总数超过三千万家 而其中百年以上企业不足一百家 这一百家企业包括什么 有张小全的剪刀 有全巨德的烤鸭 以及冰冻的我 烤熟的鸭子冰冻的我 听起来像不像某种美食套餐 我得多去心眼才能干这种事 所以我不接受 因为这个项目不靠谱 第二 这个技术会让我成为家人的累赘 也会给我未来的生活 埋了一个巨大的雷 想象一下 这一百年期间 我要把我的家人全部都拖累 我要是真死了 家人只需要上坟 今天给我放冰箱里了 他们还要负责给我保鲜 别人家死人怕诈尸 我们家单纯的怕停电 年复一年代付一代的 给我交电费充钱 我给他们带来多大的负担 好 这事不说 一百年后我可以复活了 我会变成什么 活化石 我醒了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被抬到博物馆 放到那个玻璃展柜里 给别人做展览 我左边放着个木乃一 我就是那个木乃二 你们看我 二不二 好 我想说说临死的这个状态 其实这个状态很奇妙 它一直需要有人陪 我们平常感冒发烧都需要有人 更何况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照顾过 一个临终的老人 说真的那个过程很烦 吃饭要喂 上厕所要服 每天洗澡都要两个人扛 电视关了又开 开了又关 每天都在重复这样的工作 陪床的人永远睡不了一个安稳觉 可是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人 我们为什么还愿意这样做 因为那是我们的家人 他可能是我的老爷 可能是我妈妈的父亲 可是一旦今天他选择了冷冻 穿越百年 他会获得一个没有温度的身份 他叫做用户 我们当使用了这样科技之后 一百年过后 我们都成为了一个需要被照顾的用户 谁又能保证我们能被善待呢 在醒来的那一刻 我们依然是保持着临死的状态 我们需要有人来陪 可是唯一的差别就是 那一刻醒来 那些最关心我最爱的人 都已经不在我身边了 甚至都一百年后 没有人会希望我再醒来了 毕竟那些爱我的人 都在这个曾经我用心对待过的时代 我为什么要冒这个险离开 最后 我想说一说我自己对于活着的感受的定义 前年 我的奶奶去世了 然后呢 我回家参加葬礼 看到我爸爸在葬礼上流泪 他跟我说 爸爸没有妈妈了 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 像一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 在他的眼泪里 我看到了两次死亡 一次是我的奶奶死掉了 另一次是我的父亲 他作为儿子的身份 那个可以依偎在母亲怀里撒娇的孩子 也走了 我们之所以怀念周围的人 留恋这个世界 就是因为 在你们的眼中 在我爱的人的眼中 投射着我自己的影子 我是一个怎样的儿子 一个怎样的伴侣 甚至是在这个现场 我是一个怎样的变手 都完全是因为 我在你们的生命中 所印刻下来的影子 才证明了我存在过的意义 所以当我进入冷冻的那一刻 我同时冻住的 还有那个 我曾经深爱过的这个世界 然而最可惜的是 我可以醒来 那个我爱过的世界 再也不会回来了 百年孤独可能不过如此 等我们再醒来的时候 那可能才是我们 离死亡最近的一次 爱奇艺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 爱奇艺